我印象中你是不婚主義的 你怎麼會結婚呢 原因是因為被逼的 到底是被逼的還是感動的 我一直不斷的提醒他 如果一直不結婚 他不是很喜歡的 你喜歡自由 不享受一個人的感覺 一結婚就要進入被約束的一個狀況 有一個人這樣子會覺得有壓力 也會有恐懼 喪失自由的可貴 他是不能忍受旁邊起來的那都是 我會這樣說的 我印象中你是不婚主義 你怎麼會結婚呢 其實我覺得會結婚是因為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被逼的 另外一個是被感動 為什麼因為 那你這兩種你到底是被逼的還是感動的 沒有啦 其實因為我從我太太身上看到那個家庭的處形 我一直不斷的提醒他 是 他的年紀的關係 是 所以如果一直不結婚 我不曉得他下班婚姓 沒關係 因為可能他 不是很老的事也很老的 不是 如果沒有人照顧他 他到了老的話 沒有應該沒有人會理他 他是會孤苦無疑這樣 他有可能老死在家裡 還沒有人知道 都沒有人發現 我又有一個疑問 當初設定的時候是不婚族嘛 對 對不對 那你知道他不結婚嗎 不想結婚 其實我也沒有很在意耶 所以我就沒有跟他講過說 我們一定要結婚 或者怎麼樣 可是他不結婚你還願意跟他在一起 我們喜歡自由 我們享受一個人的感覺 當另外一個人在旁邊的時候 你知道一起結婚就要進入被約束的一個狀況 是這樣嗎 對…尤其這樣一輩子 對 有一個人這樣子會覺得有壓力 也會有恐懼 喪失自由的可貴 他沒有辦法忍受就是說 還不能夠去適應 早上起來旁邊多了一個人 因為一直以來都一個人睡覺嘛 早上起來旁邊多了一個人感覺很奇怪 可是我是覺得其實他是 不能忍受旁邊起來的那都是 我也這麼覺得 我比較相信這個 這個錯為什麼 我結婚到現在一年多 旁邊都是躺著他 現在又多了一個兒子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看到我太太跟兒子睡在旁邊的時候 我心裡面就是有種 滿足的寫命 那是因為你結婚了 其他想法當然是不一樣啊 對啊…所以他講這個不成立 其實也不是這樣 他講的是在你年少輕狂的時候 你還沒有結婚之前 你沒有辦法接受的是這樣 主要就是 其實單身的男孩子 一碰到婚姻這個議題的時候 就會想哇 沒自由 沒自由 對 第一個就是沒自由 還有你知道 在家裡不能夠做太粗俗的這個表現 什麼意思 不能排氣 我這樣講可以嗎 不能放屁 不能放屁 不能當眾這樣子 蛤 這會不會太嚴重了 因為他的屁眼 很臭 很大聲 就是 知道耶 這個 有這麼嚴重擾門嗎 因為我兒子 衛生署來開發單 開發單 我兒子他是數一數二睡覺不怕吵的時候 對 兒子不怕吵 可是他爸每次放屁 我兒子就會被嚇哭 我跟你講你不能放屁 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 可能會醒過來 因為我兒子喜歡聽到我的聲音嘛 他認得爸爸的聲音 這麼誇張啊 我形象很好 放屁很正常啊 放屁很正常啊 你們結婚的時候 那個情景 弟妹是怎麼逼你結婚的 怎麼樣逼婚的 沒有 他剛剛就講啊 他一直告訴他 你會老死在家裡沒有人知道 他告訴我兩件事情 讓我有意識到 我自己應該要進入婚姻 他說 第一個你不怕老死在家裡嗎 他講老死在家裡 這個還沒有影響到 後來他說 你是老爸爸 他又想一下 我們40歲如果生兒子 兒子20歲我們60歲 還有一半 也是因為迪英的關係 什麼關係 他有跟我講說 這個女孩子很好 因為我跟迪英認識 我覺得我滿相信他講的話 是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百榮他們還在談戀愛 百榮就常來 因為以我女人 去看女人的眼光 而且我覺得達銘適合 他適合達銘 是 當然 要不然現在怎麼會做一次 如果一個比較雞花的女人 就不適合達銘 對 聽說小孩子出生以後 你很不平衡 達銘 那個 那個落差還沒有 不是 以前睡覺都要抱兒子 現在就抱兒子就好 落差很大 沒辦法想像 你是這樣的不平衡啊 我覺得有不平衡 而且 他們也是抱兒子 就說 孩子好帥 好可愛 好棒 全世界最好 我覺得還好 你幹嘛跟自己兒子住 不是啊 然後就是 每天就形影不離這樣 就重心在小孩子身上 完全重心在身 Focus都在我兒子身上這樣子 然後就是 很正常吧 對啊 好像聽說還會表演給兒子看 對 他會 他會有那種 他會跳那種 很性感的舞蹈幹嘛 然後跳給我兒子看 可是 我認識他這麼久 從來沒有 你自己不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有些人放熱門音樂的時候 然後小朋友在看你 然後你在那邊跳啊 幹嘛什麼 其實我覺得他很有舞蹈 因為小朋友會很高興啊 就是看到 那你為什麼不讓我也高興一下 你今天回去就跳個脫衣服 給他看吧 你這樣是有點偏心 他偏心啊 可是我兒子真的 有嗎 是你說長相還是 你有兒子個性呢 都有啊 我覺得 我兒子個性就比他好多 還沒長大 你沒看出個性 他不是才九個月嗎 你就看得出來 他個性比他好 我兒子很乖 比如說我們對他出去 然後坐在那個手推車上面啊 他可以不吵不鬧好久耶 你如果幫我放到手推車上 他也不會吵不鬧 他也不會吵不鬧 他也不會吵不鬧啊 他也不會吵不鬧啊 因為他很愛講話 一直講 可是我兒子就是很乖這樣 沒有 你們婚成婚後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做家事嗎 會 因為我們家有了孩子之後呢 我太太就負責孩子的部分嘛 那我們最近沒有請用的人 那我就是 我的外號現在叫阿命 阿命啊 我是阿命嘛 宋達阿命 阿命啊 你是負責什麼洗碗啊 拖地啊幹嘛 做苦力啊 下衣服 阿命 對婚前我剛才講 婚前最... 婚前我有發過毒誓 我說我結婚 因為我絕對不會呢 幫任何一個... 不是幫任何 幫我的太太 去洗衣服 許女人的衣服 特別是內衣褲之類的 那你現在會幫擺容器嗎 會... 好好喔 我寧願那包 我寧願買了內衣 你還... 你還閒啊 還閒啊 他一直念啊 就是洗一件念一件 洗一件念一件 那至少他還願意幫你做啊 這種事件 現在這個世代 沒有這樣的男人 他還幫你洗內衣褲 通常你要幫他洗 怎麼可能他願意幫你洗 你看看 這是很好的一個見證 第一次接吻的地點在哪裡 5 4 3 2 1 好 公司外的公司外 唉唷 有過氣喔 你幹嘛在人家公司外接吻啊 不是到那個地方感覺對了嗎 你去接他 不是那天是一個晚上 晚上特別有情調 那我們就開車就開到那個 他公司外面 嗯 不是去接他下班 對 我覺得他那眼神 有透露一種愛的感覺 想要讓你清的感覺 對 所以我就對 其實是那種 吻我吧 是不是 是不是那種感覺 你有沒有擺容 你有這樣子的感覺嗎 還是他就搶吻 我就發現他很怪 他怎樣怪 就突然這樣 忍不防的 是 那你就接受了 當然 也沒有很久啊 就是傾向這樣子啊 沒有 那時候已經達到互相欣賞的境界了 沒有 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就互相欣賞 我啦 我覺得 對啊 你就被他吸引了 對 那個時候白蓉你會不會覺得他是色狼 怎麼會這樣子 有啊 你不是會告知一聲 那你們是在一起多久的第一次接吻 多久以後你才敢 其實滿快的 欸 喔 還好這個問題 那是一個 一個多月還是 一個多月 對 我覺得那算慢的 OK 你了不起 你最壞 你得好便宜 不好意思照著你 好 下一題 老婆在懷孕的時候照備是多少 到尾期好不好 四 四 對 換生的時候 二 一 滴 滴 為什麼記那麼清楚 因為我陪她去馬來 她的普遇中道是我陪她去馬來 只有滴嗎 嗯 因為她 第一次我覺得 那種數字不重要 最重要是她的形狀跟妳講 不知道 你現在看著就好像 D的 因為我還一直在 她一直在問她 喔 所以 那沒有就變A了 好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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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她的身材很滿意啦 這樣子 了解 知道你喜歡大胸部的 你還會陪那個老婆去買內衣喔 我不太敢 我覺得 我覺得男人在某些程度 要做一些讓女人感動的事情 這有什麼感動 我只是說我不敢而已 不是 我沒想到 你不敢 你會離很遠 對 我不好意思 她不好意思 站在裡面 她會站在旁邊 對 因為你看那個內衣的那個賣場 琳瑯滿目 那麼多內衣 就站在那邊很尷尬 那是因為老婆在那邊 所以你才會覺得站在那邊尷尬 如果你一個人在那邊看法對不對 好 下一題 我下一題 第五題 兩個人在一起 多久以後發生了 檢視答案 一個多月 一個半年 一個半年 好 真的嗎 對 一個多月是跟誰 你跟她在交往的時候 中間一個多月是跟誰 一個多月好像是接吻 不要再轉 我真的忘記 沒有啦 弟妹其實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你們現在是名正言順的夫妻了 不是 她以前跟我講她交四個女朋友 結果後來就開始銳減 比如說 再問她就變三個 然後最近問她又變兩個 那很好啊 所以她的記憶一直是這樣 閃閃縮縮啊 再減退就對了 對 你應該是三個多月 三個多月又有一個啊 又是誰 下一題 沒有 我們等你回答 才有下一題 沒關係 因為這是時間 其實這種東西 時間長短不重要 最重要是感覺嘛 那因為我感覺其實 我們的速度一直滿快 像不要我們結婚到現在 沒多久就已經有孩子 所以這 沒關係 這回去再研究一下 OK 下一題 好 第六題 兩人最近一次吵架的原因是什麼 5 4 3 2 1 這個我 那怎麼寫 這要用講的吧 不尊重對方 喜歡念我 不尊重對方 這叫做差不多 對方 嗯 聽不懂耶 喜歡念我跟不尊重對方 就是 大概意思 她的邏輯觀念 就是最近一次吵架就是 我去參加同學會嘛 是 然後她要來 她要來接我 是 是 那照理來說 你去接人家 你到了 你是不是打電話說 我已經到了 可以出來了 她是在外面等了很久 然後我就在想 欸 怎麼這麼久 就打電話說 欸 你現在在哪 她說 我已經到了半個小時 你知道嗎 喔 然後我就覺得 那你到半個小時 你是不會打個電話 來跟我講一聲嗎 是啊 可是她就覺得 是我來接你耶 你應該自己要很關心這件事情 要一直不斷打電話說 你現在在哪裡啊 我可不可以出去啦 這樣子 你是這樣想的 然後她就一直唸我 我就說 你怎麼這樣都不用心 你應該要一直打電話來問我 我才對 你這意思是 她沒有玩的 她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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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等一下 我記得 是什麼 是那個護手霜之類的那個 你送給她 對 你用講的 護手霜之類的 肥皂之類的 對 乳液之類的 確定喔 確定嗎 應該是確定 真的 就是肥 肥皂護手霜 如果肥皂就是洗面乳之類的 那種東西啊 對 對 就長得比較漂亮的肥皂 長得比較漂亮的肥皂 OK 好 肥皂 答對了 答對了 你第一次送一下禮物怎麼會送這個 你送肥皂 你覺得她怎麼樣 你覺得她臉太髒了嗎 你為什麼送人家這種禮物 誰告訴我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感覺吧 還是你自己覺得那個牌子 我記得 那天我走到那個百貨公司 shopping mall的時候 聞到那個味道很香 我覺得她很適合這種淡淡的香 你希望這個味道從她身上發出來 所以就送給她 對 這蠻會忍的喔 結果母親節的時候 她還送我媽同樣的東西 有沒有 因為 媽媽跟我岳母講 因為我那天可能忘記 是說送同樣 因為我其實記得味道 沒想到牌子是 OK 第九題 小孩子一天要餵幾次奶 5 4 3 2 1 4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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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忙 不是 不是你們幫忙清潔整理什麼的 沒有啊他會餵母奶啊 餵母奶 你會那個擦嗎 我會拿面子清潔啊 小孩子流出來 你為什麼不一定用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幫忙在旁邊 會幫忙 做什麼動 什麼事情 就是比方說 他餵完我把它抱起來 抱一抱這樣 那個 呵護一下 這樣 嗯